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 当地时间13号表示 司法部当天逮捕了一名 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成员 此人与近日爆出的 美军机密文件泄露事件有关 加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当天将一个名叫 捷克·特谢拉的男子逮捕收押 他涉嫌在未经允许情况下 移除存放并传播 国防机密信息 特谢拉将在被捕地 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 接受提审 司法部关于文件泄密事件的调查 仍在进行中 将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更多信息 据纽约时报报道 特谢拉现年21岁 供置于马萨诸塞州 空军国民警卫队的情报部门 是最早出现相关机密文件的 私密网络聊天群组组长 该群组有20至30名成员 是一群热衷于讨论枪支 种族主义和电子游戏 等话题的年轻人 英国《卫报》分析称 特谢拉可能面临 违反所谓的间谍法的指控 根据该法 每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检察官可以将每份泄露的文件 作为他起诉书中的 一项单独罪名 特谢拉或将面临超常监禁 但目前仍不清楚 有多少文件被泄露 五角大楼发言人 赖德13号表示 泄露机密信息是蓄意犯罪行为 国防部正在评估 泄露密件的规模 以及由此造成了潜在损害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 有美国官员透露 目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 美国总统拜登 听取了关于嫌疑人被捕的简报 拜登对记者表示 情报部门和司法部门 正在进行全面调查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一批数量约100页的 美军情报文件遭到泄露 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 文件涉及俄乌冲突等方面情报 并包含韩国以色列政府高层 疑似遭美国情报部门监听的内容 美国官员认为 大部分内容真实 这些文件内容表明 美国不仅深度介入俄乌冲突 而且对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多个国家 持续实施监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